大家好,欢迎来到BigCrossWordShot 今天呢,分享给大家就是 让你的logo看起来很丑的事 为什么会分享今天这个东西呢? 平常我们很多时候不懂怎样制作logo 然后就乱乱制作logo 所以呢,会造成一些很多不必要的东西 有时候平常房间上我们看到一些 奇奇怪怪的各种各样logo 其实logo设计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今天分享给大家一下就是 怎样的事情会让你的logo看起来真的很丑很恶心啊 第一个就是你的logo用超过三种颜色 像平常我们看到logo颜色呢 尽量是越简单越好 尽量不要超过三种颜色 当你的logo很多颜色的时候还会像这个样子 第二 放太过多的东西 就是在你的logo上面呢 logo的意思就是它的标示设计嘛 就是第一眼就让人留下印象 所以不必要的东西就不要放在上面 因为放太多东西人家也看不懂 人家也不懂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大脑会自动过滤 就是看美丽的东西 所以太过丑的东西他们是不要看的 第三 字体看不清楚 没有人看得懂 像是那些字体呢 我们尽量就选好看啊 然后容易记得的字体 简洁像手写字体啊 或者一些比较潦草之体 我们都会尽量避免啦 如果第一眼都看不懂 这个是什么东西的话 这样子你的东西怎样卖出去 第四 造型很奇怪很复杂 像平常我也是有看到一些很丑很奇怪的logo 真的看了老半天摸不着头脑 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做 第五 你的logo不管放大放小看还是看不清楚 一个好的logo呢 像是平常我们在做的时候 logo不管你放大 应用在其他地方 放小应用在其他地方 他都可以看到很方便很清楚 如果你的logo放大放小都看不到的话 这样你应该考虑要不要重新设计过啦 第六 用很多特殊效果 一个logo呢 不要放太多一些有的没的 一些特殊的effect啊 那些都蛮不适当的啦 也会让你的logo看起来特别丑 第七 你的logo设计布局很奇怪 像是你的布局呢 应该是尽量在释放行里面 或者是一眼就让大家看到清楚明了 不要布局一些太过古怪的东西 打鞋啊 弯折啊 弯曲啊那些 看到会头很晕啊 第八 用很多种字体在你的logo上面 如果呢你的logo上面呢 放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像字体啊一些第一眼人家无法看得清楚 可能你五秒里面你让你的观众看不懂你的logo在做什么的话 呃 其实要细心在research 研究下可能人家才知道你在做什么 第九 然后抄袭别人东西 像是这个呢 其实在每个国家都很常见到 因为 若有平常注意设计资讯的话呢 会发现到有一些西方国家的品牌大牌子 到了某些国家 现在它的经典logo就翻样做了个全新的设计 来我们以下看看这些 大家看看笑笑就好啊 谢谢大家收看 ok 下期呢我们会介绍如何设计留下印象的商标设计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的话记得按订阅 拜拜